北京时间7月16日,国际永连世锦赛女子双人十米台预赛 卫免冠军全红蝉斜杠陈玉希表现满面,以绝对优势晋级 女双十米台,全红蝉斜杠陈玉希有着绝对优势 卫免几乎是感叹叮叮的事情,两人的对手至于自己 陈玉希目前手握三枚世锦赛金牌,而全红蝉则是二金一银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预赛 全红蝉迎来本届试锦赛的第一次亮相,搭档陈玉希一路领先 以365.40分台领预赛第一进入局赛,领先第二名美国组合71.28分 女子双人十米台,中国队由全红蝉陈玉希这队未免冠军出战 该项目共有12队组合参赛,全红蝉陈玉希在第五个出场 第一轮,全红蝉陈玉希的动作是201B向后翻腾半周躯体 两人配合默契同步性很好,入水肌无瑕疵,获得55.40分台在第一 第二轮,全红蝉陈玉希的301B反身翻腾半周躯体 顺利完成动作得到58.80分 在两轮规定动作后,以115.20分扩大领先优势 第三轮,进入自选动作的较量,全红蝉陈玉希的动作是难度系数3.0的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两人延续出色的状态,身体打开得充分,入水水花稍有些不足 得到77.40分以192.60分继续领跑 第四轮,全红蝉陈玉希选择难度系数3.2的407C向内翻腾三周半爆息 这个动作两人节奏标准一致,高质量的完成 获得87.36分以279.96分依旧占据第一的位置 最后一轮,全红蝉陈玉希的动作难度系数3.2的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两人顺利完成这场预赛的最后一跳,轻松拿下85.44分 以365.40分的总成绩位列预赛首位 本届世锦赛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将于今日晚间17点进行 网友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每次看妹妹跳水我都觉得在看魔术,完全没有水滑 太牛了,加油加油 陈玉希拳红蝉,最顶级的十米台选手,最默契的好搭档 红蝉妹妹的游戏时长还没突破一小时呢 两位妹妹都很优秀,没必要整天比来比去 都是为国争光的好价 像我这种近视一百度的要拿放大镜看,不然都看不见水滑 离来澀atal亡